來 鼓掌的鼓掌 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 上次沒來是不是很可惜 因為我人在高雄 四十三天 禮拜五 剛好是第一季 所以沒有辦法上台 然後今天要講的是60年代的《江湖在哪裡》 這本書 然後我這邊先做一個很簡短的介紹 那60年代作者他是以一個提問的方式 來作為這整個60年代的出發點 他說60年代是台灣農業快速成長的時期 但是這個 這是一個肯定句 但是這個成長時期是好還是壞 他從這個點開始出發拉出來 然後60年代他的政治 就是台灣是依靠美國 好 那經濟也是受他指導 好 那那作者也根據作者的一個語書 就是描述他是說在經濟方面 他就是使國民黨政府的官營企業民營化 好 那在這個年代 另一年代也就是以農養工 整個是從 在經濟方面是從農業到導向工業 那基本上就是犧牲農業去養工業 好 這是一個經濟上的一個語言 然後還有半三型的企業家 好 先我就比較那個 好 半三型的企業家 就是哪個政府當道他就考那邊 他們也一一獲得福祉 那這些通常就是講的是水泥塑膠 還有化學肥料 好 那個也是朝向工業化的發展 然後在文化上呢 好 那作者是從文壇上50年代的 從50年代抗脹文學 到了60年代的風化學業 學樂 他就是踢著那個存在主義的那個 就是那個外音 然後事實上不早天記得在寫這些東西 在歌曲的話呢 他有進歌 待會請大家聽一下 那我是對歌曲比較陌生 所以我去那個網路上download了 什麼叫三年自己知道你自己不死會被禁 然後其實這個有沒有有沒有 這個就跟 其實這個禁歌或是禁什麼東西 其實跟古代人有文字運有什麼兩樣 然後呢 臺灣小調 我愛臺灣同道養 好像這個我不是臺灣人 他是字外於臺灣人民的一個描述 好 那在這個時期呢 好 那除了政治、經濟、文化以外呢 他還有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發生 就是天災、地震 好 那文藝上面表述 人禍 這個人禍呢 就所謂礦災 因為往工業化發展就很多煤礦 那個時候連續接二連三發生了很多很多的礦災 好 那我把它標示為那個人禍 他因為這時候呢 煤源工業 我們那時候還是火力發電 好 那需要煤 那煤源工業是一個重點工業 好 然後呢 再來 那發展工業還要水啊 水是那個煤源的軟質 所以建造石煤水庫啦 還有什麼其他的水庫啊 但是建造水庫的同時呢 他用了什麼水庫保濕 就是環保一提 在當時還準備這種事 或是不食物 完全不食道 那在這種情況下 農民呢 是一個怎麼樣的生活情景呢? 他就是農民要繳很多迷目繁目的稅 好 而且呢 他是從那時候 開頭作者就講的 就是說這個時期呢 農業快速發展 不管是量或是什麼 那量大呢 但是對農民來說沒有什麼好處 因為收成好的話要繳不上繳 那現在是這個繳不是繳鞋 日本日據時代是納金持 就繳稅是繳鞋 那這個時代呢 他是繳路 就是說你納稅 農民納稅是用你的收成來納 那如果說豐收的話呢 繳出去 全繳出去 那如果說收成差呢 也是繳不出 不管好 收成好或不好 對農民來說結果都是吃不飽 那還有就是 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的兩個單位 是農會和水利會 那在文中有描述 他們到底是擔任什麼樣的角色 他不是在農民媒體 他等於算是一個行政 行政的一個主席 是站在政府裡面 然後呢 那回到那個作者最初提到那個問題 台灣農業快速成長的時期 是好還是不好 他的代價是什麼 量產 怎樣產量可以增加 他是用稻米去換肥料 用稻米去換農藥 然後用稻米呢 去借那些機械化的分眾所需要的機械 所以他現在累累 然後這時候在學校方面 那就是剛剛前面有講過 就是政治上經濟上 政治上是依賴美國的支持 那經濟上是靠著美國的指導 所以呢 我們是一個吃米的民族 吃米的文化 這時候變成什麼 營養午餐是牛奶片配麵包 那麵包出來了 然後呢 在這整個其實是一個很窮困 然後應該是生活不舒服的一個年代呢 用什麼來麻醉所有的人民 這邊呢 我給大家標 運動或者是景欲活動 是社會最好的一個麻醉劑 他是麻醉 你就暫時覺得 看到什麼原住民的哨棒 跑得價很高興轉 因為你吃不飽穿過哪個現實 好 大家不要忘記 那時候原住民有師傅把他串通了 好 這次我簡單的一個介紹 用的年代 那